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季公示真的会展开 可是好像两周的时间过去了 很多人会有这样一种感慨 这春季公示为什么两周过去了 咱们还在3000点呢 这3000点如果说20%的空间 应该是能看到3600的 现在两周过去了 这个春季公示展开也在展开 但是上涨并没有明显的这种涨速的一种产生 所以春季公示到底有还没有呢 现在不仅仅是在市场当中 产生了分歧 产生了博弈 在走势当中体现出来了 其实在分析师当中也有明显的多空对决 我刚刚说到的其实是多方的代表 任泽平 他的几个观点 一个说目前是做多A股的黄金交叉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 就是一个做多A股的黄金期吧 4到5月份都是最安全的 他当时也提到说 经过两个月时间的 咱们这个注定已经完成了 所以未来应该会有一些利好的消息 不断地释放 利空的因素已经差不多消耗殆尽了 所以整体看市场选择向上的 是一个大概率的时间 给出了20%的空间 其实现在这个市场 看多不仅仅只有这一家声音 大家其实也会有一些些 看多的态度和看多的声音 但问题就是在高度上了 国泰娟是这样表态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位 国泰娟的首席策略分析师乔永远 他谈的不是策略 他谈的是经济 他说经济咱们是悠行复苏之春 与周期复兴已经开启了 所以坚定周基品作为进攻的选择 那么其实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 就说过另外一家券商 这家券商就是海通证券 当时海通是在3月中旬的时候 给了一个观点 说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筹来明日筹 就是当下既然有行情给你做 你就抓点时间做吧 咱们赚的是聪明人的钱 咱们赚的是快钱 但是到了今天 这个周末 海通证券倒是发布了几个 这种研究报告 说好像很多大佬都已经开始翻多了 为什么我们的观点 不能说翻就翻呢 其实人家也不是看空的 人家只是说这个高度可能要斟酌一下 短期虽然有一些利好的消息 但是中期的很多的隐忧还是存在的 所以现在反弹的空间已经过了大半了 3200点到3300点 它是一个敏感区域 言下之意就是说 这3600点好像说了 是不是有点早呢 你看都是一些新财富当中 排名靠前的很多著名的分析师 在这样一个3000点的位置上 多空对战的如此激烈 自然反映到盘面当中 其实也会有这样的分析产生 但是我看看盘面的这种感觉 似乎其实还算温和的了 分析师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对战 包括盘面这样的一种博弈 接下来的市场是能够选择向上 还是需要先震荡回调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 目前这个市场谨慎的最主要的理由 我也看到了 并不是说有什么多大的利空 就是觉得说技术上它需要调整 成交量它不配合 新高之后量价总会背离 技术上当你到了3037 当你摸了3100点 甚至再有一个新高之后 都要存在着调整的必要 今天市场确实也是调整的 但这个调整是真的调整 还是假的回调呢 什么叫假的回调 当前面几次我们看到 每一次回调 碰触了一下20天线 甚至跌破了20天线 第二天立马就收回去了 咱们依然是震荡上行的 这样的趋势没有改变 节奏是进二退一的 但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又留下一个向下的调控缺口 真的调整 还是假的回调呢 一会儿来听一听两位嘉宾的观点 先来听听潘老师的 今天潘老师做特约评论员了 您觉得今天是一个市场的走势 让你的感觉是什么 真的调整会展开吗 好的 我觉得今天的走势 还是比较健康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虽然说是跳空低开 然后留下了向下的这样一个 跳空的缺口 但是也把往上的这样一个 最后一个缺口也补掉了 所以说它是一个 衔接式的这样一个走势 另外刚才我也听李婷说 各位大佬的争执都非常多 所以说我们市场上出现犹豫 出现反复 出现来来回回 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么从对市场的看法角度上来看 去年年底到今年一月头上 都是偏悲观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从整个市场 看多的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我们今日股市 应该是看多的比较早的 待会我们也会介绍我们的嘉宾 那另外呢 就是从整个市场的运行格局 运行到现在的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3000点这一代 来来回回 在这里不管怎么来回 我觉得时间上 应该还会存在着 反弹的时间的这样一个延续性 因为从时间上 我一直谈到过 我们可以看到5月底6月初 也就是说如果说回想一下 我们09年到16年的美国股市 很有意思 那个时候每一次创了高点 然后往下跌 大家都说见顶了 是吧 每一次都说往上 往上的时候见顶了 往上的时候见顶了 然后整整走了7年 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市场 我们的市场是从现在开始 一月底左右开始走的 是吧 走到现在只有大概两三个月吧 短短的时间之内 然后就反复说见顶了 见顶了 我就搞不懂了 就是这当中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然后空间上 大家看了也不太多 是这样的 因为走得太犹豫了 走得很犹豫 那么如果说是一个落反弹 是一个犹豫的反弹 那我觉得在时间上 应该是得以补偿 能够延续的 那么今天这个市场 就是说它有几点 有可能与以往有所不同 那第一点就是说 这人反弹行情上来 每到周一 好像都是比较好的 那么今天也是周一 但是出现了 比较差的这样一个走势 或者比较弱的 这样一个走势 那么第二个角度呢 就留下了一个 向下的一个空缺口 那我觉得这个跳空的缺口 在未来的三个交易日吧 应该是要去回补的 这才是一个延续多方的 这样一个节奏 那么从第三个角度上 今天的量呢 今天量呢 真的实在是太小了 也就在2000亿左右 就我们的上证指数 在2000亿左右 这样一个量的 而这样的一个量呢 实际上显示出市场就是 既想要观望 又想要谨慎 然后在这里 又想要等待的 这样一种复杂的 这样一种心态 就非常非常复杂 在排名上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也就我们在后世都可以看到 就六月所回稳 但是再度的争夺 再度的反复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行情 在这里实际上是韵味十足 也就是说大家都没有 就是往上或者往下 突破的空间 但是在这里都有盘整 和稳固的这样一个时间段 那么针对这个时间段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珍惜的 那么如果说一月份 给我们画下了一个 很大的跌幅 这样的一个月K线 那么接下来 未来的四五个月 应该都是修正线 所以说我觉得 不管多看空嘛 也不管看多的有点晚 或者说是看多的目标 有点浅 但是在这里 我觉得还是值得做的市场 其实咱们大家最关心 就是当下这个市场 有没有系统性的风险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可以操作的市场 就像刚才 其实潘老师提到的 有的人看多的早 有的人看多的晚 有的人空间看得高 但是像这样的一些 新台肤当中 有排名的分析师 会有多空的论战 但其实在我们 今日股市的嘉宾当中 反而没有 而且我们今日股市的嘉宾 看多的更早 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李智英老师 一位是郑敏老师 在2月29号 2638那一天降准了之后 二位都告诉大家说 这个行情展开了 甚至当时我们还说 2638就是年内的低点 这是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 今天也来听一听 他们对于现在这个行情 会如何研判 当然也欢迎大家 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共同来互动 今天这个市场的下跌 有跳空缺口 但是伴随着成交量的萎缩 到底是真调整 还是假回调呢 给出两个选项 A肯定就是真调整 大家担心的 一个就是成交量 始终是制约着大盘 虽然间调整是缩量的 是好事 可是它还有调空缺口 再加上技术派 技术很多人都觉得说 这个收敛的三角形 或者是上升的楔形 今天其实算是被击穿了 算不算破位呢 如果连续三天的话 收不回去 是不是就要真的调整了呢 B自然就说是假回调了 今天为什么会跌 很多人说 因为看到外围市场的调整了 大盘受到外围因素影响 出现了回调 所以这是一个冲关之前的 最后洗盘 受到人的跌 我们才开始出现了 盘中的这种调整和震荡 明天咱们就会走出 自己的独立行情了 所以一会儿来看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更多的倾向选择哪一个选项 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 没能呈现红周一 全线下跌 上升指数1.44%的跌幅 中小版和创业版 又出现了一次同样的跌幅 1.91% 跌幅都是一模一样的 再来看一下 咱们先来看一下分时图 其实一般不怎么看分时 但今天真的可以看一下 今天全天低开了之后 基本上就是一种低位 震荡的格局 如果你说是因为外围市场的跌 好 我们也跌了 但是呢 其实并没有恐慌 全天低位震荡 伴随着成交量的萎缩 所以是不是也算是一个 比较好的其中一个现象的体现 来看一下成交额 护士两市加一起 5570亿的成交额 上海市场再一次的成交量 萎缩到了2000亿 如果看前面几次的规律 就是每次到了2000亿 这个量就是市场要逆转的 一个成交量 包括是之前的2905点 还是说2772点 都是到了2000亿之后 第二天市场就反身向上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涨停和跌停加速的对比 25只个股是涨停的 三只个股是跌停的 涨停加速呢 确实不多 因为今天市场的赚钱效应 也不是很高涨 上涨的518家 下跌的1971家 赚钱效应只有21% 确实还是一个比较低迷的赚钱效应 我们先来听一听李老师的观点 到底今天这个跌怎么看 为什么今天市场会跌 很多人可能也会找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国际油价 国际油价是一个跳空低开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产油国的一个会议 在多哈的这个国际的这个会议当中 是要讨论 这个关于原油的这个动产 这个计划能不能达成 结果最后发现 没达成协议 于是呢 国际油价就跳空低开了 从而呢 也给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 来听听李老师 您怎么看 您觉得我们受到外温因素的影响 会跟着人家一起跌 还是今天这种跌 已经调整到位了 我认为调整的差不多了 因为在卖牛市道里面 经常有一种走势 就是缓上缓上 结落 等大家认为还要下跌的时候 它又来缓上 前面我们已经经历过多次 那么现在市场里面呢 一方面是主力机构呢 在突破3100点之前呢 就是不断地在耐心的震荡洗盘 到今天为止 在3000点上方 收盘已经15天了 在3030点上方 收盘已经7天了 所以总的一个方向 是要突破3100点的 那么今天的 从外围的因素的主力 正好一次打压震荡洗盘 我认为日后的 从3100点的这个动能啊 条件呢就更加重复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方向 是往上的 这个调整一两天 或者就是调整一天 那么兴趣呢 又遵上原来的轨迹 你觉得方向 还是和原来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震荡上前的趋势 没有改变 是吧 那我还是想问你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看到 还是有一个跳空的缺口 而且呢 其实咱们前面几次呢 就是再怎么调整 至少20天线能够守得住 而且呢 成交量呢 也会出现明显的萎缩 如果从这几个表面线上来看 似乎都觉得调整到位 但是问题就是从技术上 我知道您也会 这个多多少少看看这个技术 因为技术说呢 这个反弹走到这儿了 已经有压力位了 就表明其实已经冲不上去了 而且成交量呢 跟这个市场的这个热点啊 包括做多的情绪都不配合 哪怕有新高 哪怕你突破了 其实它还是要回踩的 因为只有回踩了之后 指数才有空间 就像指数现在它不够活跃 它没有弹性 就这几十点 你说大家 谁的操作意愿会很强 您怎么看啊 就是我们中国的投资者呢 还没有适应 机构性行情 是全球股市的状态 我们不要以为 美国股市在不断地上升高 美国股市的 平均的每天 日成交量是350亿美元 之后人民币是2300亿 在我们看来是低量了 人家就是平均这个量 但是这个350亿美元里面 有一半是道琼斯 30个指数的成交量 其他的个股都是没量的 我想我们中国的股市 正在逐步逐步地走向 这种结构性 所以不能限指数涨得慢 涨得慢未必不好 只要涨就好了 只要有结构性的行情 不要暴跌 我认为这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市场呢 因为经过了股灾以后呢 还是有形态不稳 先有余计 很多人认为现在高了 那么现在的3000点 到底高还是不高 我提供个数据 大家都知道了 新任证监会主席刘世瑜 是在2月20号上任的 那么他上任以后 到今天的收盘指数 各个指数涨了多少呢 上证指数涨6% 生成值涨5.5% 中小版涨6.9% 创业版涨4.5% 涨了那么多 创业版也就是涨了4.5% 那么刘主席上任两个月 就涨这么一点 高吗 我认为不高 因为你觉得那是起点是吗 起点 2月20号新的主席上来 你觉得那就是起点了 就是平均下来就是5% 涨了两个月5% 典型的卖酒 但是呢 不要认为 就是这个行情就是鸡肋 不值得做 如果你个股选得好的话 50%都有了 很多很多的个股 都涨了40% 50% 所以我想呢 对这种结构性行情 对五六千亿成交量 成为新常态 我想我们要有准备的 好 这是一种新常态 而且呢 这种震荡上行的趋势 没有改变 这周您觉得 还是有可能去突破一下 3100 3月14号 也是我和郑敏来做节目 我星期一 我说本周五 希望突破3000点 正好星期五突破了 今天我在大胆地预言 本周五一千 突破3000亿 好 这个是李老师 给我们了非常明确的观点 应该也算给大家 持股的信心了 咱们再来听听 郑老师的观点 郑老师之前也就说 老看两个逻辑 一个是降准 一个是注册制 只要这两个事没了 那这行情就来了 但现在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行情有吗 也有 但是操作难度大 而且呢 比较磨叽 纠结 犹豫 你觉得呢 接下来还是这样的节奏吗 我觉得现在这样涨就对了 因为股市有一句话叫做 是底不反弹 反弹不是底 那现在当然就不是反弹了 因为我也很早就在这里说过 2638点 应该就是今年的年K线的最低点 也就是说 我认为在短期来看 这个市场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像 类似于反弹的节奏 那么之所以这么看多呢 主要还是基于这个基本面了 基本面的情况 就像刚才李廷说的 本来这个市场它的下跌和经济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 因为当时我一直说 我们整个经济需要转型 然后GDP呢 它当中的这个投资增速 是在出现一个下降 现在是三月份的投资增速 我们看到了 是出现了上升 是10.6 就是比那个二月份的 累计投资增速是上升了 但是我看了一下呢 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我们的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 投资增速的上升 就是来自于这个应该是财政的发力 我觉得应该是财政的发力 然后再看一下呢 这个消费增速也开始上升了 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也就是说经济是慢慢地开始回暖 但这也并不是整个市场向好的 一个最重要的逻辑 最重要的逻辑呢 是因为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来自于 资金和筹码比例的一个失调 那么随着注册制的延后 以及二月二十九号的一个降准呢 这两个因素都已经改观了 所以我就觉得整个市场 应该是一个向上的行情 但是呢 我没有想到市场会涨得这么慢 就给我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这应该不是一个反弹 如果是反弹的话 它应该一把就做掉了 之所以这么慢慢地涨 那么就说整个大盘 其实现在起来的并不是一个反弹 但是我觉得从短期来看 我觉得整个市场的上升的脉络 可能会发生变化 因为它是会有一个从质变 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对吧 然后市场会涨了那么长时间 大家看这么莫及 才涨了多少点 然后慢慢地 它应该最后会加速 因为市场上我觉得 大家都会这样想 尤其是空头 它都会这样想 会跌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位置 我才会进场 然后你看现在的指标也不好 均线也不好 然后我是不是再等等呢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我觉得明天或者是后天 就有可能发生一个质变的过程 市场会出现加速涨 如果这个加速涨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会发现 私募的仓位都很轻 很多的基金的仓位还没有调整好 那这个时候市场就有可能 空头就转变成潜在的多头 就会推动市场的上升 您觉得这个加速涨的体现 比如说你看我们在这三天多点 就是来来回回 好长一段时间了 其实在这儿呢 虽然你觉得说这挺好的 但是其实它挺消磨 大家对于后世的这种看多的 这种气势的 因为老觉得这儿 其实好像就是上不去 上得去的话就不应该这么走了 你觉得后面有可能会加速上行 如果能的话 那肯定好 对于做多的士气会产生 但是你觉得加速上行 有催化剂吗 还是你觉得说是 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原因呢 我是这样看的 就是我主要是看市场面的一些 心里面的影响吧 主要是现在你看大盘每次 尾盘拉高 然后它的后势呢 第二天就会一个低开 然后呢尾盘如果是杀跌的话 第二天就会有一个高开 就你看上去很强的时候 其实它回落了 你看上去很弱的时候 它就会走强 而且从现在来看 它的底部不断地在抬高 底部不断在抬高 就是说你卖掉的股票呢 很难再跌到你之前 卖掉的这个价钱 再去减回来 就是在这里呢 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的是 现在我们可以低息 有仓位的仓位轻的 可以低息 但是千万不要再高抛了 因为我怕就在这两天 大盘就会出现一个加速上涨 好 就你高抛了 就买不回来了 对 行情就启动了 因为你看啊 虽然说今天 你说这个市场下跌 是由于外围因素的影响 但是你去看一下 道琼斯啊 像德国的指数 法国的指数 基本上都回到了12月 去年12月的一个高点 也就是说 整个全球 我还在这里讲的一个 就是叫资产正确化率 全球的资产正确化率 都是那么高的情况下 那个A股 你叫它怎么跌 现在也没有什么利空的因素 然后资金和筹码的比例 也是非常的协调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加速上涨的概率 还是很大的 好 刚刚其实 二位嘉宾相对来说 还都是比较乐观的 认为觉得说 一个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可能本周就会产生 甚至呢 李老师也说了 有可能会突破3100点 其实大家也知道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 一个区域了 如果你再不上去的话 很多技术派 就会觉得说 它应该是先跌下来 跌到了一个相对的 合理的位置 或者说大家在等的 那个位置 然后进场 再来抄底 我们来听听潘老师的观点 怎么看 刚才其实几个也提到说 好像现在没有什么 利空的消息 所以市场也没有什么理由要跌 但如果你真的去找理由的话 一个是量 一个是技术形态了 你怎么看 对 今天我们有可能 真的是做多团队 也是 就是你到了周一 周一也变成了做多团队了 没有 本来周一有可能就是做多团队 来了以后才知道 然后我们两位嘉宾 比较具有国际的视野 中线的眼光 那我来说说就是盘面的情况 因为我大概是从1月底 就是央行做公开市场业务操作 就是那个时候又周二周四 然后变成每天之后 就开始看多 然后随后做了一个双底在这里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 就为什么会出现在3000点附近 就是来来回回的反复 我是这样理解 有可能是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 因为将底线的筹码 换成本换高换到3000点附近 这是现在在反复 这样一个整理 徘徊的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波从2638 然后到达了这个附近 然后马上就回来 那么这就代表在这个位置上 是站不住的 是有反复的 然后现在重新回到这个位置 能够盘横 就代表在这边是稳固的 就是起码我能在这里能坐下来 或者在这里能够继续走 或者休息一下也没问题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在这里 为什么会有这样来来回回的反复 这是取决于量能 想想看每天两三千亿元的量能 这些量能 如果说对资金量比较大的 投资者或机构来讲的话 叫他们去做转身 他们是不可能做一次的 全面的转身 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滚动 那么他只有做N次的滚动 也就是说用N次的叠加 来完成一次的叠加 因为不像我们的一些中小投资者 我们比如说要么就出 要么就进 然后突然直接就完成了100%的转换 但是现在这个量能局限 导致了大资金的构 它只有不断的这样一个来回 然后通过这样不断的反反复复来回 就是比如说八次叠加起来等一次 或者五次叠加起来等一次 这当然是看资金量的不同 所以会在这里出现这样一段的反反复复 那我认为就是这种反复复在近期 还是会延续的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这里去讨论高度 我觉得在这里有可能为时过早 但是我们如果说在这里去讨论时间 我觉得应该是恰恰好 也就是说在这里的话 它延续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的长 那么我们通过几件事情 可以反正现在就是大跌 或者快跌的可能性概率几乎就没有 首先以前每到月末的时候 总是有天谷跌停 然后现在三月份改变了 然后每个周四好像都不太好 然后上周四顶住了 虽然说周一现在重新开始有点弱 所以从这一系列改变上 也可以显示出 实际上目前市场的情绪是偏向于稳定的 那么在稳定的情绪之下 这种整理和来回有可能就更为适合 那么现在这个量能 在量能背景比较小的情况之下 那我觉得在这里的停留 对多方来讲应该是最安全的 而且在这里如果说空方 万一连续的出拳 万一在这里出现震道 那么它的一个漏洞就会及时的显现 然后随后给场外的一些资金 给一个回补的机会 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 就假设像两位老师所说的 今天这个调整就到位了 那么它就会保持从一月底以来的 就是只有两根阴线的组合 对 是吧 我们从一月底以来看到就是 最多就是两根阴线 没有三根阴线 只有两根 如果说这种组合能够保持住的话 那么也就代表着 未来这一段行情就是原有的风格 原有的规律 原有的节奏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 实际上多方不用着急 也不用出拳 在这里只要能稳住 或者说能停留住 应该就是最大的胜利了 其实刚刚说到这个规律 最近一段时间的规律 一个是刚才潘老师提到的 就是最多我们就是两根 K线的阴线组合 还有呢 就是每当碰触到20天线的时候 这一根就是20天线 基本上只要回踩之后 都能够收回去 还有一个是成交量 当成交量如果极度萎缩到 比如说2000亿的时候 2000亿的时候 其实第二天都能够反身向上 就是至少是这一波的这个节奏 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可能明天也会关心了 明天是不是能够反身向上 是不是20天线是有支撑 然后热点市场会不会有呢 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听一听 几位嘉宾对于明天市场 还有哪些具体细节的一些研判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创业版 其实今天创业版呢 同样也是顺势调整 但是你看看这个调整的 其实整体的模式和主办差不多 第一 成交量它也是缩量的 成交量缩量 同时呢 同样也是回踩了20天线 我们看其实创业版 它也是这样一种 上升的应该一个斜率 那现在这两天的调整 创业版呢 其实也是两根阴线 算不算是调整结束呢 能不能守住20天线呢 李老师对创业版如何研判 我认为创业版不如去年走的墙 这一波就不如主板 是吧 而且是刚才讲的 创业版是涨幅最小的之处 那么而且呢最近呢到了4月下旬 那么高松转的炒作 那基本高一段落 那么而且呢 现在又冒出了新的市场热点 就是借口上市概念股 那么创业版是不能借口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护士的主板和中小版的机会 今年可能要大于创业版 而创业版的股价呢 又非常高 所以呢今天的调整 有很大的因素 就创业版的投资者在换股 这样的话呢 使它的指数下跌的比较多 刚才我们在研讨 为什么向上呢 就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的五则军线 是这一轮春生行情以来的强力支撑 一直没破过 那么今天它的位置是在3017 主板是在3017 如果主板不破的话 仍然延续着向上的势头不变 如果破的话 那么我想下去的话 就是应该是买进的机会 因为今天的数量的跳空缺口 大家不要太害怕 要放巨量的长阴的跳空缺口 才有可能成为转世的标志 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 你觉得现在不具备什么利空的消息 会使得市场出现这样长阴是吗 而且我们要注意 师傅也注意到 全球的股市都在创出 去年12月底的新高 唯独中国股市的四个指数 至今还离去年的 年底的收盘指数 低了15%到16% 所以这样一个大局 如果2014年年底的话 上海是三二三四 今天还没到 我们两年以后就倒退了 所以从大旧观的角度 我们应该百倍正悉 3000点这个低指数 搞了26年才3000点 如果是3万点的话 我们做都不能做了 所以多大的机会 如果你还是股市的赢家的话 应该太开心了 这个3000点太低了 这个指数 也就是说你觉得 3017就五周均线这 肯定有支撑的 就哪怕是跌穿了 只要它不是巨量长阴的下跌 其实都不会转世 所以您现在觉得 我们市场应该不会出现 巨量长阴这种走势 是吧 没有什么利空 因为刘主席上来 大家是否 我一直在研究刘主席的 各项的讲话和政策 它就是一个稳 注册制推迟 占星版推迟 创业版的 新山版的一些股 通过股权 直接进入IPO叫停 就是一个稳 而且它周末 在广州 这个机构座谈会 强调一个 稳健经营 然后是 磕首尽折 然后百倍保护 中小投资者利益 所以我们的走势 两个月涨了5%到6 这就是一个稳 这就是稳的体现 稳中有生吧 对 稳中有生 好 再来听听 郑老师的观点 关于创业版的 您怎么看 我倒是没有把它们 分得那么细 就是主板块 主板 然后创业版 然后中小版 我觉得这三个版 都应该是有机会的 因为创业版 它可能盘子比较小 然后有一些 高送转的题材 我觉得最近 也是炒得比较好 关键还是看个股了 个股应该是轮动 板块轮动 所有的股票 我觉得都在 这轮行情当中 都会有机会 像上两次行情当中 我说那个锂电池 有些像多福多 这样的股票 它一直就在涨 那么它是先跑出来的 但是不排除后面 还是会有很多的股票 就会像锂电池一样 跑出来 那么我觉得 不管是创业版也好 不管是主板也好 它今天都是跌了 跌了以后 我觉得明天 它这个跳空高开 然后向上涨的概率 都是很大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看 长期看政策 短期看博弈 那么博弈是怎么看的呢 就是仓位很轻的人 或者说空仓的人 他天天说 大盘要跌 赶紧跌吧 然后怎么样 你说你都没仓位了 这大盘怎么跌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 它尾盘向下杀的时候 第二天都会来个高开 然后尾盘向上涨的时候 反而是第二天会低开 所以我对明天的感觉 我觉得向上跳空高开 然后一路跋上去 说不定就是明天和后天 就是大盘一个向上的 一个转折点 不要说3100点 那个点位实在太低了 我觉得本周 就会站上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明后两天 你觉得就已经是 可以从量变到质变的 那种体现了 对 但是我们现在A股 因为今天我们 糊弄话题也有提到 是不是外围的因素 也会有影响 你觉得外围的市场 会影响我们 比如说油价 因为现在跳空低开了 当然真正的交易 在晚上我们也会看到 包括像道指 大家晚上可能 也会关注一下 包括像大宗商品 有些人说短期 好像也走得差不多了 还有就是美元 美元现在 有人也判断说 可能会出现反弹了 如果说当这几个因素 叠加之后 你觉得A股 还能够独行吗 这个我应该在这里 讲过好多次了吧 就是我在2016年的宏观报告 因为我在国员证券 写那个宏观报告 然后我在宏观报告当中 写得很清楚了 我觉得油价下跌 和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 对我们的经济 对我们的股市 都是特别有利的 如果你那个油价 真的是开始反弹了 大宗商品 开始花花地涨了 我觉得对我们的经济 是非常不利的 至少第一 我们的衰退性顺差 就会缩水 就会没有 甚至变成逆差 这个时候人民币汇率 倒是会出现一定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来自于股市的资金 我一直认为是 实体经济当中流过来的 如果说大宗商品涨价了 如果说实体经济开始好转了 那资金就会分流 反而对我们的股市 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市场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去看石油的价格 认为石油的价格跌 我们A股就会跌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反正从我的逻辑来讲 我觉得石油价格跌 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如果你在涨的话 我们反而是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外围市场 其实对我们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只要是欧美股市 它还能挺在当前的位置 我现在看了一下 我觉得欧美股市 要暴跌的概率 也不是很大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利空 也没有什么突发的因素 去影响它们 所以我觉得 他们在这个位置上 进行一个震荡整顾 甚至还是一个 慢牛的行情的话 那对我们的A股来说 整个资产证据化率 要平均化的话 我们还是非常的有利的 好 再来听听潘老师 谈谈这个创业版 是不是也像刚刚正老师说 其实现在好像 大家把主板创业版 确实可以合并到一起来看 只不过当反弹的时候 创业版可能弹性更好 跌的时候 创业版弹性也更好 自然跌的也比较多 但大家是一个同步的节奏 还是有领先 就是我们创业版和主板当中 有两段当中的脱节和分化 第一段就在 第一段开始涨的时候 那时候创业版涨得比较快 然后弹性非常好 然后主板没跟上 是吧 然后这一次 在这一次震荡回吐的时候 应该讲主板比较坚挺 然后创业版跌得比较多 然后现在是比较完美的 就两者之间相对 达到统一的状态 就是在两段分化之后 现在是统一 那么对于创业版 我有可能比较看好 因为我觉得就是 在目前这种位置上 创业版它的一个调整 是偏充分的 然后从第二块角度上来看 量能上也是支持这一块的 因为主板它没有 一个增量的过程 但创业版在前面一波 回吻过程 却是一个增量和放量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从现在创业版的 一个弹性角度上来看 如果说假设 假设这里有行情 那创业版是缺不了的 也就应该是两条腿走路 而不是单腿走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假设这里有行情 那么创业版的弹性 它会恢复得更快 也就从市场操作的角度上来看 它有可能更加游刃有余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创业版 一些品种 特别特别是有一些品种当中 它是实际上创业版 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成分指数 并不是所有的股票的指数 实际上有很多创业版的股票 现在有一些业绩相当好 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年报的一些预告当中 创业版业绩 这一次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有一些业绩很好 但价格有很低估的品种 我觉得现在应该投资 应该正当时 所以对这个板块的弹性 我是看好的 好 稍后回来 给大家来说一说 具体的操作策略 如果说明天假设还有回调 是不是可以低息的机会 低息可以重点关注 什么样的品种 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 来听听几位嘉宾 他们的观点和建议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重点来关注一下 操作策略到底该如何把握 从今天市场当中的 涨停加速来看 确实比较少 自然热点也不是特别的活跃 相对来说 涨幅居前的 还是曾经活跃过的 无人驾驶 今天有一个是涨停的 万安科技7.17% 金股股份6.45% 中原内配5.74% 无人驾驶 涨幅居前 另外还有一个是彩票概念 受到利好消息的提振 就是有消息称可能互联网彩票 将会松绑 将会重新回归 今天在盘中有所表现了 天鹰控股涨停 红果股份5.8% 金亚科技 这个也跟彩票有关系 3.58% 瑶记扑克3.14% 今天盘中相对来说 为数不多的亮点 还有几个就是也出现上涨的 比如说像煤炭板块 还有涨价概念 煤炭的永泰能源和煤锦能源 是涨停的 白糖当中像南宁糖业 这是涨价的 桂糖股份也是涨停的 另外像棉花 今天棉花的期货是涨停的 所以像新赛股份 新农开发 涨幅在5.6%以上 你说这个市场弱 今天从指数上来看 低位震荡 但你说没有热点 其实也不是 个股跌得多 我们讲跌幅 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我们来说说 具体的操作策略 先来问李老师 李老师刚刚也说了 这个3017五周军线 是能守得住的 而且接下来 有可能突破3100 那现在其实还应该是一个 操作的黄金期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对的 我把春生航行的高度 我订为一个 2800到3200这个项期 刚才3100也是一个中转站 那么这是从常规站这个角度 来讲的 我认为像刚才李廷 讲到了一些分析师 20%的行情 那就3600 对 千点大行情 那就是3900 4000嘛 就230% 这都是常规站而已 那么我们在战争当中 还有一种形态 叫超线站 就是我们不跟你去拼指数 20 30%指数 打上去多艰巨啊 太慢了 我们跟你拼个股 拼热点 比如像台湾海峡 260公里 我们阻挡了解放军 当时击帆船 沐船渡船渡不过去 现在我们有导弹 我们说这个市场当中李老师 我们就是市场当中的 这个操作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超越的方式 就是个股突破的 这种超越的方式的 来提前来跨越 这个指数的 20 30%的目标 那么现在呢 经过市场的多 各方的运养 而且越来越多的认为 2016年 最确定性的机会 就是国资和民企的 这个资产重组 收购兼并 以及借口上市 而且到4月9号呢 已经有53家停牌了 预计经验 后面还会有更多的停牌 那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你 中一个新股 这也是500股 1000股 如果你买到了这类股 你可能5万股 10万股 同样是一直涨停 而且呢 不是20 30%的指数涨破 可能就是 100 200%的空间 所以我想呢 这么一个跟政策 密切相关的 政策扶持的 这么一个热点 包括工杰池改革等 我们通过分散的投资 组合的投资呢 就是能够捕制到 这样的机会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会 整天的在乎 今天涨还是跌 能涨到哪里 会不会跌 会不会破位 这些都不考虑 因为往下几十点 往上几百点几千点 就是通过个股来实现 我想这才是 对我们每个投资者的 智慧 眼光 思路 和操作上的考验 就只要这个市场 没有什么系统性的风险 大家是有结构性的机会 可以去挖掘的 就是除了这个指数上 有空间之外 比如说指数 如果你能涨20% 其实也不错了 如果能涨20%的话 那可能有的个股 就肯定不止20%的空间 甚至更高了 所以是给大家这样一种 就是能够跑赢指数的 一种方法 大家听听 郑老师刚刚说了几个热点 你觉得这几个热点 有没有大家可以去跟踪的 我倒是觉得 应该会蛮平均的 就是这一轮行情 基本上板块轮动 个股应该都会轮到 那么只不过是 有些涨得早 有些涨得晚罢了 那么我在这里 就要提醒投资者 注意两点 这两点很重要 就是第一点 从明天开始 你只能低息 不能高抛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它是高的时候 你抛掉 说不定你就捡不回来了 因为有可能大盘 就从明天开始 它就会加速了 那你高抛的话 你怎么知道它是高呢 万一它还能连续上涨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理念不一样 或者是能接受的东西 事物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发现呢 有很多的投资者 他喜欢VR 喜欢那种无人驾驶啊 等等 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但是也有的投资者呢 他就偏爱供给侧 就是看那些大盘的 或者还有的投资者呢 他就喜欢资产重组 不管你喜欢怎么样的股票 他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注意的是什么呢 你不要今天喜欢米亚 明天喜欢资产重组 你买哪个股票 它都不涨 等你一抛了 你一换了 它又涨了 这样的话 一轮行情下来 哪怕它涨到三千六四千 你还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要提一个观点 就是要以持股为主 千万不要再换来换去 再高抛低息了 高抛不要高抛 但是低息是可以的 就是也不建议大家去高抛 但是是不是也可以 就持股待涨了 但是不如说 哪个是行情当中的主线 哪个是主流 你觉得都会轮到 对 这一轮我觉得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主线 大家看一直到现在 各种板块 各种热点 它都在频繁的轮换 那么你就是还是要持股为主 以你自己的喜好 来持有你喜欢的 这个板块当中的 一些龙头概念股 才会拿一段时间 才会赚钱 好 声明说的不高抛 实际上它认为现在是低的 不算再高 如果很高的话 它也主张高抛的 对 它认为是低 真打引号的高 持股为主 对 持股为主 好 稍后回来 我们再来听一听 潘老师的建议 再来看看大家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调查情况 好 欢迎回来 先来给大家抽奖 可以抽去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有飞科智能电器 为您提供的扫地机器人 我们请大部分广东起来 看看是哪位幸运观众 好 停 好 恭喜尾号119的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 会尽快和您取得联系 好 来看一下 今天的资金流向情况 今天只有两个板块资金流入 而且只有保险银行逆势流入 净流入1.45亿和0.41亿 农林沐浴 旅游酒店和供水供气 是相对流出较少的 在1.4亿之内 我们来看一下 在流出比较多的 计算机净流出15.9亿 有色金属12.2亿 电子进息12亿 房地产11亿 医药10亿 整体都是以流出为主 相对来说 这个只有银行保险吧 这个有一些净流入 咱们来看一下 明天在盘中 可以申购一支新股 这支新股是永和制控 申购代码是002795 发行价格14块8毛5 上限是1万股 在明天的盘中 大家可以去申购一下 接下来先来听听 潘老师 刚才说了几个热点 你觉得大家 这个有没有哪个热点 是可以重度去关注 或者说值得深度去挖掘的 好的 我们针对今天的热点 点评一下 我觉得今天热点里面 比较看好的 第一个是互联网的彩票 因为互联网的彩票 将来政策上 有可能会有所改善 包括就是在网络销售 还有在电话营销方面 有可能将来都会比较好 然后今天呢 它体现出来的 应该还没有完全到板块效应 因为这是一个小中市场 然后从小中市场上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要去关注的是 有一些是参股 其他的一些互联网的公司 互联网网络的公司 彩票的公司 然后它现在是占有股权的 它本身又有主营业务的 我觉得类似于这种企业 包括互联网彩票概念股 将来会第一得到业绩上的支持 第二会得到股价上的回文 那么在我们题板上 也应该有 那么从第二个层次 涨价概念股当中 比较看好的是糖 为什么比较看好糖 就并不是因为它涨价多少 或者涨价的因素 而是我看到今天的糖 因为糖也是一个小中市场 然后看到今天的糖 糖性非常好 也就它的一个弹性 和我们现在市场 一个死气沉沉 或者六手回土 或者六手震荡 是格格不入的 也就它表达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那么一般来讲 在整个大盘震荡 或者说是在比较成绩的时候 能够脱颖而出的 应该都是有独立意向的品种 那么还有一点 我刚才也听了两位嘉宾讲 我觉得也比较赞成 两位老师讲的 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中线的思路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 去折腾短线 我觉得会比较累 也会比较辛苦 而且因为它的热点 比较跳跃 如果说你要去追随 那么很有可能 就追随在一个小高点上 然后等两天 然后接下来又是别人展示 这样就会比较难受 那么第二块 我觉得应该选择 自己熟悉的品种做 实际上股票真的没有好坏 很多人说这段时间 有热门股或者有强势股 只不过这段时间 涨得比较快而已 但是真正在这段时间 我们能做的事情 应该是将手中的股票 降低成本 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做的 也就是你要掌握它的规律 你只要不选择 还在跌的股票就可以了 它整理有整理的规律 然后上涨有上涨的规律 然后掌握好这些规律 然后我觉得不断地进行操作 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的话 第一 筹码不损失 第二个 成本降下来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不亚于一人流失的 就是大家不要去觉得 好像指数涨很高 然后才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实际上指数很在这里 对于老的投资人 或者老的股民朋友来讲 应该是最好的礼物 因为大家非常熟悉 这种操作环境 而且在这里 应该是比耐心的时段 也就是说谁的耐心好 谁在这里能够来回滚动的好 谁在这里能够成本降的低 那我觉得对于将来 是最为有利的 做自己熟悉的品种 所以其实只要市场 是一个可操作期 反而大家是不乏 这种挖掘市场机会的 这样一些眼光 是的 还要加一句 就现在不要 看看大盘默默计计 在操作上 千万不要默默计计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行情 比如说类似于09年的 它也是很多股票 实际上早就开始启动了 然后回过头再看看 已经涨得很高 大盘也是这样的 如果在这里默默计计 你也去等等待待 然后等到将来 你回购到再做 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所以就是如果找到 比如说业绩比较好 包括有市场的热点 包括成交量价格 等等一系列的 都是不错的 在这个市场当中 大家跌的时候 其实都是不要怕 还是觉得说 可以去积极地介入 好 我们再来看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是不是这样子想的 或者说更多的人 倾向于说今天是一个 真调整还是假回调 今天最好的 就是虽然跌了 可是它是缩量下跌的 哪怕留了一个 跳空的缺口 因为之前也有过缺口 其实第二天就补掉了 所以这个跳空缺口的 缩量下跌 有更多的人 是选择了 A这个选项 B这个选项 说是假回调 62%的人 选择假回调 觉得没事 而且前面我们都经历过了 两根阴线的调整 我们经历过 调整的20天均线的调整 我们也经历过了 三星眼这一线 它就是要反复的纠结 反复的震荡 消化获利筹码也好 在这换手也好 抬高大家的成本也罢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更多的人 而且今天这个比例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高了 因为之前都是50% 对40% 但是今天明显就是 62%对38% 这样的一种对比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看 仓位调查的情况 加仓减仓 空仓的比例 会发生怎样的一种变化 从今天市场的这个 这是我们抽奖的一个环节 我们稍后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仓位调查的情况 看看今天 加仓减仓 今天呢 其实这个空仓的比例 13% 减仓在24% 加仓在22% 仓位不变在31% 也就是说可能大家觉得 今天虽然跌了 可我愿意再看一看 大多数人还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减仓的比例呢 略高 24% 还是有意要在明天去减仓 其实空仓的这个比例 倒有点玄机 之前呢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 只有一次到了17%之后呢 突然间第二天市场逆转了 上涨了 今天这个13% 其实说高 也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如果说 在这样的行情当中 还有一部分人 愿意在这个位置上空仓 说明什么问题 来听一听李老师的建议 你觉得这个仓位 现在怎么控制 我感到7、80 7、8成 那就挺高的了 其实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是不是忽视了一个信息 就5月1号以后 6400亿的社保基金的 增量资金可以入市 还有6000亿的养老资金 还有6000亿的保险资金的 增量资金 还有2200亿的企业年金 加起来的话 要达到2万亿 如果这样的一个数字 最近走得这么慢 实际上似乎在等待什么 我想呢 应该说后市的资金面上面 不是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从目前的供求的这个节奏 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呢 刚刚公布的一季度的中国数据 GDP 亮出了这个全世界 一枝独秀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的 所以一般一季度的 能够达到6.7 2.7都会更好 所以我倾向于 15月份的行情 还继续回应 那你就说这个反弹的行情 你认为至少还有一段时间了 是吗 对 4.5月份都有 对 所以还是以持股待涨为主 持股待涨 而且仓位的话也比较高 但是刚刚您说的五周均线 我们就假设 五周均线不破 不破 就持股为主 而且是多头市场 空头市场有空头市场做法 多头市场持股为主 好 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持股待涨 郑老师怎么看 你觉得仓位现在 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比较好 我觉得仓位吧 应该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想法 因为有些人他比较于 倾向于空仓 或者是半仓 或者是仓位很轻的情况下 他愿意操作 或者他这样比较合适 他自己比较习惯 这样的操作方式 这倒不强求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行情从这个阶段开始 可能会加速上涨了 而且它这一段的目标位 我觉得不像是看到 3200 3300那么低 我觉得今年年初的 3500多点的那个点位 很有可能就会被突破 这轮行情就会被突破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是非常的看多 但是至于这个仓位 你自己要怎么选的话 还是根据个人自己的口味和喜好 去选择吧 反正在你看 现在这也不是高点 反正你吃骨带长 肯定没问题 是吧 等你到了一定的高度了 然后你也会告诉大家 说这个时候要减仓了 现在是不需要的 对 我是这样的 就是看这个政策面 它是不是会发生逆转 或者会发生变化 因为主要我们看市场 在一段时间内 它有一个主要的逻辑 那么现在来看 整个政策面是非常偏好 向好的方面 就是资金和筹码的比例关系 是非常协调的 再加上外围的市场又那么好 再加上刚才李老师说的 这个基本面的情况 又是非常好 因为我们看到财政在发力 投资这块也开始上去了 整个周期类的品种 都开始复苏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没有理由想象 这个市场还会有下跌的空间 应该是只有向上 向上的阻力是最小的 好 就是觉得现在没有什么利空了 会影响这个市场出现调整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 技术上需要调整了 成交量不配合了 潘老师的建议是什么 操作上你觉得建议 大家这个仓位比较高 可以继续持股带涨吗 好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 做的是成功的 62的人比较乐观 在选择的时候 还都是向多的 那么在仓位上 从底部上来 实际上一直建议 大家是满仓的 既然看多 为什么不满仓 是吧 只要有自己有感觉的品种 手上拿着就可以了 这是一点 那么刚才我们 从调查角度上来 有人在增仓 有人在减仓 那么他们是 一些滚动的操作 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如果说 在这里还是看不太明白 那么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 如果说是觉得 在这里是要上涨的 或者觉得手上的品种 也非常肯定的 那我觉得就应该是满仓 而且在这里 如果说有那些 大幅度的震荡 我觉得现在这个概率 很小很小 最多也就是这种 短震荡或者说小震荡 那么在短震荡 小震荡之后 会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入场 因为现在总体的仓位 包括我们知道的 信托在外围的资金 都非常多 然后私募的仓位 都非常空 如果说一旦 未来有一些大的机构 同步进来 给他们略微腾出点空间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 跟大家讲一句吧 反正现在是做股票的时候 就是说来来回回的折腾 就是让市场自己去折腾 不要折腾我们自己的心态 就可以了 就市场折腾 你自己不要折腾 你觉得折腾了之后 可能就筹码就丢掉了 但是你刚刚也说 比如说有一些机构 它也在虎视眈眈的 看着这个市场 所以如果你跌下来了 我肯定愿意进来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磨 可能它就不愿意进来 所以你觉得 是不是要给他们 这样一个空间 才会有人进来了呢 他们有两种进的方式 就是往下腾出空间 这是大部分现在在场外 投资者等的这样一个机会 还有一种 就是在这里整理完之后 就像刚才郑明老师所说的 直接往上突破 那个时候他们也会进 所以说在场外等的 都是趋势性的资金 一旦趋势呈现 他们都会往里面加入 所以说不管是往下还是往上 如果说像李老师说的 就是往下的空间很少 往上的空间很大 那么他们加的速度就会更快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建议大家 就是在这种折磨行情当中 不要去折磨自己的心态 然后好好地拿着股票 等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